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4号星期六 一起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台海局势近年升高 近日日本媒体披露 日本政府决定在夏季开始派遣现役防卫省官员到台湾驻守 应对中共对台湾的威胁 对此 中华民国国防部4号说 暂时不对这个消息做出评论 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外界热议 有学者说 如果台日之间有类似安排 也是台日之间在军事上向正面发展的需要 目的是应对当前现实以及未来印太局势的需要 同时还分析 日方此举意图在四方面提升台日安全合作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随着台海局势变化 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增派现役官员驻台 强化情资搜集能力 日本政府打算最快在今年夏天 派遣防卫省现役文职自卫官常驻台湾 再加上目前驻台的退休自卫官 共有两人驻台 而早前日方曾经担忧引发中共的反弹 避免派遣现役自卫官驻台 对此 中华民国外交部回应说 此事涉及日本内政 台湾外交部不做评论 但在威权体制向外侵略扩张 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民主秩序之际 台湾对于增进区域和平稳定的各项军事交流活动都乐观其成 针对此事 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 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所教授郭育仁说 此举最大的意义是 近日的美日峰会后 不只是美国对台湾政策逐渐走向战略清晰 日本对台湾的政策也开始逐渐清晰 他还分析 这显示台日两国至少在四个方面提升了安全合作 郭育仁说 日本如果改派现役官员驻台属实的话 他认为 派遣现役官员比较可能是大校 上校层级 但也不排除可能派遣少将主台 此事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未来中共的反应更值得关注 郭育仁指出 现役防卫关注台 直接影响台日军事安全的实质合作 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 有利于军事情报交换 二 台日共同对共军行动的掌握能力 有助状况感知 因为共军基建侵扰台湾海空域 连带影响日本西南诸岛 三 提升日本和台湾防卫政策的相互联动性 因为现役官员更加了解日本防卫省政策的制定过程 四 近十年重视岛屿岛链防卫战 现役官员有助推动很多合作 此外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赵伟 民进党立委罗之正对此也表示 美台之间类似的军事合作是台日关系所欠缺的 美国在台协会里面也有类似五官的角色 而台湾在驻美代表处也有五官的编制 就是军事协调组 如果台日之间有类似的安排 这是正面的发展 而台日之间在军事合作上的发展 是应对现实和未来印太局势的需要 也是必要的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和他的蚂蚁集团 遭中共官方的打击 直到近日似乎并没有从漩涡中脱身 近日 被舆论称为习近平国师的经济学者李道奎 曝光了马云被整的背后原因 是因为蚂蚁集团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甚至吓到了习近平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本月3号 中国知名的御用经济学者李道奎 在出席一场投资论坛时 意外曝光了蚂蚁集团上市计划 遭中南海拦下的原因 李道奎透露 蚂蚁集团上市前夕 被发现很多中共的政府官员和亲属都牵涉其中 甚至还涉及一些城市的党委书记人选 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马云的蚂蚁集团背后复杂的金脉 真的吓到了最高领导习近平 早前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发文分析认为 有毒债务的影响向来是中国经济的特色 最新的恒大集团债务危机 恐怕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瘫痪 并且恒大集团的触角 深入中国金融系统最黑暗的角落 并围绕着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 然而 中国另一个金融系统风险已经蠢蠢欲动 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经济学人认为困扰中国经济的恰恰是严苛的政府政策所致 习近平通过控制或许能成功避免一场突如其来的债务危机 不过未来可能将使中国金融系统承受更多的危险 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 链接20多个国家 约200名国会议员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EC 今天呼吁各国政府调查中国和香港官员的海外资产 对他们发动制裁 积极运用国际法对压迫香港的政权纠责 IPEC今天发布声明影片指出 33年前 中国政府命令军队开枪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示威群众 但中国政府至今仍然否认六四天安门屠杀曾经发生 六四依然是中国境内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相关讨论被审查和被消失 香港曾经是北京治下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 但是悼念活动现在遭官方正式认定为非法 IPEC强调 北京试图抹去各界对六四的记忆终将失败 与此同时 IPEC今天发起司法问责倡议 要求各国政府调查中国和香港官员的海外资产 为未来对相关官员发起制裁铺路 反制他们在香港违反国际法 以及残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此外 IPEC将持续探索各项国际法机制 以强化向压迫香港的政权追究责任 并要求各国政府加强审查 限制对香港的居民两用货品出口 共有代表12个立法机关、12个国家的议员 参与今年的IPEC六四影片录制 包括德国及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主席包瑞汉 斯洛伐克及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莱克斯曼 法国参议院欧洲委员会副主席葛托兰 捷克参议院外交、国防和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费雪 新西兰众议院外交、国防和贸易事务委员会主席欧康纳 英国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等 虽然六四在中国、香港被取消 世界各地仍然有纪念或抗议活动举行 今天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市中心都有相关活动举行 美国纽约法拉圣图书馆前举行六四真相图片展 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图片 吸引了缅接上的过往行人纷纷足足观看 每一张图片和解说词都在向人们诉说着 中共专制带给中国人的巨大灾难 图片上方悬挂纪念六四结束专制 清零中共、病毒源头、八九呼声、还我自由、不再恐惧 六四呐喊天赋人权、势不为奴等标语 当地居民在现场认真地浏览六四图片展 并说 从今年纪念的整体氛围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华人清醒 这是法轮功团体和民运人士一直揭露中共的结果 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醒悟了 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朝鲜自四月底境内持续受疫情的影响 近来通报的发烧患者人数相比之前有所下降 朝鲜当局说已经有效地控制疫情 但世卫组织透露 目前朝鲜的确诊人数逼近400万人 朝鲜境内疑似出现了新变种病毒 当局先前甚至主动向他们咨询变种病毒 疫情恐怕并不乐观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世卫组织驻平壤代表萨尔瓦多四号透露 近来朝鲜保健省主动向世卫咨询 有关高关注变异株及其特征等资讯 而世卫也应他们的要求回复诊断程序相关的实验室指南和线上教育资源 斯尔瓦多说 世卫同时还和朝鲜当局分享了应对疫情的优先行动 以及提供资源物品目录 并说还愿意协助朝鲜提供他们口罩、手套、个人防护装备等物资 而目前世卫正在等待朝鲜当局的正面回应 另外 斯尔瓦多还指出 朝鲜的新冠筛减量能严重不足 疫情如果是爆发 恐怕会引发医疗院所过度复合 另据中央社4号的消息说 目前朝鲜确诊人数逼近400万人 朝鲜中央通信社援引国家紧急检疫总部的数据也说 自从4月下旬到本月3号 全国发烧患者已经达到399万多人 截止到3号晚上6点 朝鲜过去24小时通报新增79,100起病例和1人死亡 另有8万6千多名患者痊愈 全国累计71人兵估 近日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被媒体爆出他预感经济不妙 要把公司裁员大约10% 马斯克对美国经济走向的悲观评估 不料却惹怒了美国总统拜登 他讽刺说 祝愿马斯克的月球之旅好运 而马斯克也立刻在推特上回应 并贴出链接到美国宇航局NASA 关于他和SpaceX合作的文章 此事随即在网上引发热议 路透社报道说 马斯克6月2号在给特斯拉公司高管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他对经济有一种超级糟糕的感觉 公司需要裁员大约10% 而在本周五举行的有关美国经济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上 拜登被问及如何看待马斯克对经济走向的悲观评估时 他否定了马斯克的看法 并讽刺说 祝愿马斯克的月球之旅好运 拜登还以福特等公司为例 回击了马斯克对经济的悲观看法 拜登说 当埃隆·马斯克在谈论这个问题时 福特公司正在大幅增加他们的投资 制造新的电动汽车 雇佣6000名新员工 前克莱斯勒公司的斯特兰蒂斯 他们也在电动汽车方面进行类似的投资 英特尔正在增加2万个新工作岗位 制造计算机芯片 对此 马斯克也立即回应了拜登的言论 马斯克在推特上回答说 谢谢总统先生 他还在推特上附了一个链接 提到NASA2021年4月 向马斯克的SpaceX公司 授予29亿美元的合同 以建造一个把宇航员带到月球的航天器 针对拜登嘲笑马斯克的月球之旅的言论 在推特用户群里引发了热议 一些自由派人士喜欢拜登的回应 而马斯克的支持者则抨击拜登 没有认真对待这位全球首富的经济警告 然而 这并非马斯克和拜登首次对着干 去年 拜登没有邀请特斯拉参加白贡的电动汽车活动 马斯克也多次指责拜登忽视他的公司 最近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民主党的蔑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